我們現在來到老家紅茶凍家 對 老家紅茶凍家 七十年的創食店 你剛在我家附近 而且我本來不知道西元姐說我才知道 因為它這裡有床心裝潢 喔 床心都不知道 店裡的風格滿復古的 來試試看看 它其實不會乾乾的 它其實原本就會 好 謝謝 還滿有味道的 對 那如果有需要 滿溫潤的 需要醬料的話 旁邊有醬料去 我不愛醬料 你可以 因為我不愛醬料 紫巾也在那邊啊 本來就有味道了 所以其實不用加醬料 然後我吃點小黃瓜好了 可以看看小黃瓜 還OK 這是醃製的小黃瓜 我們上次先有來試尾蛋 它味道還蠻好吃的 然後大家都是叫紅茶牛奶 都是叫低醣 低醣的 低醣就可以了 它的紅茶牛奶就是有濃厚的 紅糖香 所以還蠻好的 每個人來應該多人叫 拿新的外甲 吃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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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優優 哈哈 還有人吃什麼 我給他吃吃蛋餅 起司蛋餅 它一樣 裡面加起司 然後有小黃瓜 然後他外甲 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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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起司蛋餅好吃嗎 兩個小朋友 我沒吃 沒吃的 瑞瑞好吃嗎 你也沒吃 你為什麼一直吃 葉瑞瑞的 沒有 我可以吃 好吃嗎 好吃 你要不要吃鮪魚蛋餅 給我鮪魚蛋餅 我要圍一蛋餅 我要圍一蛋餅 好 我先給他一支 我們來吃太陽餅好了 因為我們兩個一人吃一塊 我們兩個吃一塊就好了 好 我每次來好像都會特地買太陽餅 印象中還蠻好吃的 好 那你先剝一半 剝一半 很不會剝欸 那我幫你 要不要直接就咬了 然後直接看內餡 可是應該要先剝一下 好 那你把它剝一下吧 好 那你把它剝一下吧 可是你看 這個沒辦法去剝 不行 好 那你養 對啊 不太會掉屑喔 它掉屑的程度還ok 它蜂蜜 它裡面蜂蜜的糖 是厚的 然後口感是偏軟的 不是像魚蛋餅 就是脆脆的 喔 有的湯餅比較硬一點 對 但是我喜歡吃這種欸 這種比較濕潤一點 有點像 有點像以前古早味的那種甜的燒餅 對不對 就有那種味道 看一下內餡 裡面 好 然後有一點牛奶味 奶香 對 奶非常味 就是最近吃魚蛋 又吃糖霜吐司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叫過了一次 然後第一次吃的時候覺得嗨 覺得好像一般而已 來看一下它裡面 它就是很簡單的這樣子 然後剛剛吃了之後 驚為天了 我們又再叫了第二次 它應該是奶油 再加 對 再加糖 它這個糖 其實就是砂糖 對 可是不曉得它是不是 有沒有特別的砂糖 因為它吃起來有點像牛奶糖的味道 然後就是香氣很足 嗯 然後咬下去讓你想說驚為天人 所以說也太強了吧 再來咬一口 真的好香耶 嗯 因為在旁邊就有聞到那個味道 真的有點好 有點香 知道有了 然後中間 對啊 中間比較濃 嗯 中間比較濃 那你剛好吃到中間 我們也沒有吃到邊邊 欸有肉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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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陽光嗎 嗯 剛剛好吃的這個 你有中間最香的地方 哇 哇 超誇張的 來咬一口 還是你放給它啦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好好 對不起 好啦好啦 好吃你要講啊 講好不好吃 好吃 超好吃嗎 被你抓了一下就放 小孩就是這麼不受控 我兒子就是一個欠揍的 臭小孩 但是我說真的 叫第二塊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有點力 因為我有點力 原本要加點 我就不用好 吃的東西不要超過 好 西雲姐心有點大 對 今天這個來賓心有點大 然後我們叫了 火腿 但主要在伴手是你 好不好 因為我每次叫伴手 我都弄得整身 都是 覺得 很生氣 之後就 算了 不要這樣伴手 我就乖乖吃全手 它基本款 就是這樣子 我們以前上班 就是叫這樣子 但是會叫伴手蛋 我甚至是叫全手蛋 因為我就是一個 腿手的人 超容易弄的整個都是 然後它就是烤得焦焦的 草莓醬 對我是加草莓醬 因為我今天想要特別一點 它的奶油也很香 我喜歡它的奶油 它奶油很香 我想說吃一下草莓的看看 草莓火腿吐司好像是老超的吃法 我覺得草莓 也不錯 但是它不是那種草莓醬 會碰出來的那種 它是飽飽的草莓醬 有點草莓的味道 那些吐司都是還蠻香的 簡單的東西做的好吃 就是不簡單 但是它的價格真的是 有北部的價格 嗯 超高 嗯 我們剛剛這樣吃 我們叫 這樣子 675 超貴 是蠻貴的啦 但是齁 就是 偶爾來吃 可以啦 小貴 會至於好一點 等到財富自由 就每天來吃 哈哈哈 好 好